那秀华 你书里面还有一个是 桃园大园空难的联谊护士 是 那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大学生 他是不是开学 就是新鲜人都会办那个联谊活动 那学长姐都会带 然后他们就到那个大园空难的现场 去办了一个试胆大会 试胆量 试胆量 他们举办了这个试胆量 然后其实在每个新鲜人 他们去试胆 其实都忐忑不安 但是也都顺利完成了 那大概就完成 也没发生什么事 大家就觉得说 那要不然来讲个鬼故事好了 然后大家就轮流着讲 那其中 后来有一位叫做小如 他就 他就讲了他的 亲身经验分享 然后他就说 他哦 他说他有一次 然后要出国 那全家人一起出国 那在要出国的前一晚 他做了一个预知梦 预知说那一架飞机会掉下来 对 然后他说会掉下来 然后他就跟家人 跟爸爸妈妈说 那爸爸妈妈就斥责他 因为隔天就要出国 就天亮他就要出国了 他其实他是有哀求说 爸爸妈妈不要去 就取消好了 可是呢 爸爸妈妈就反而骂他 那全家就一起去 好 搭上飞机 那大家就说 搭上飞机呢 然后他说 就真的发生空难 然后大姐一片哀嚎 然后大家就死去 这样子 这不是这女生讲故事而已 对 所以后来大家就觉得说 听起来好像很诡异 毛毛的 学长姐 到最后就想说赶快结束好了 他讲完这个故事 他都想说赶快结束 结果在点名的时候 并没有小如这个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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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小如这个 我们拿一点点车马会有必要这样 对啊